大家好,我是酷奇 距離上一次的雜談也已經有一個月以上了吧 我發現啊 每次當我想要做這一個系列的影片的時候 通常都是我已經沒有什麼做影片的靈感了 最近我相當煩惱下一個新的遊戲系列要做什麼 正好昨天完結了Monstry這部實況 我個人是相當喜歡這種富含劇情和動作類的遊戲 趁這個機會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實況狀況 也詢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自己是覺得啦 目前留在這個小頻道的觀眾可能是呈現這個分布 老實說我覺得不誇張 畢竟說真的,當初會想要做龍族拼圖的影片 也是覺得自己玩這個遊戲夠久 也蠻感嘆沒有什麼台灣人在做這方面的實況 才會慢慢自己嘗試開始做的 也很謝謝大家願意在我每次發新影片的時候回來光顧 當然這個遊戲在未來也是會持續更新 畢竟這是我最喜歡的遊戲之一 不會輕易放棄 但我希望在做這個之餘呢 也有另外一個遊戲能夠並行更新喔 所以我想在這邊蒐集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遊戲是希望庫奇能夠實況分享給大家的 又或者是有什麼遊戲是你相當喜歡 卻沒有什麼影片在線上的呢? 麻煩各位高台貴手 T幾個字在下方的留言欄給我 我也相當感謝你的 好的,那嚴肅的問題就在上面告一個段落好了 說說最近一個月整個頻道有在做什麼調整好了 首先是頻道首頁上方的圖 最早最早我其實是把YouTube做為一個線上即時實況平台的地方 但畢竟我不是專門做這種的 發現時間不太好調整之後 現在已經完全變成單純上傳實況影片的平台 因此YouTubeBanner那邊有做了些許的調整 另外,眼尖的人有發現到我每個影片的結尾End Card那邊 也整個大翻修喔 之前有好新的網友提醒我說 這部分有點顯得太單調了些 所以我也把這部分做了微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樣比較好呢? 最後是龍族拼圖影片的素材模組喔 我自己本身是用iPhone11在轉珠 所以滑珠影片的上面都會顯示對長技 因此可以看到轉珠的畫面就會比較小一些 大概是550x1080的大小喔 這一次我做了很大的調整 把影片上方的橫排拉掉 讓可看範圍拉到640x1080 但因為畫面還在做調整 沒辦法給大家看完整的圖 所以請大家期待下一支影片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不一樣的影片體驗喔 順便宣傳一下 如果你有在使用LINE或者是臉書的話 歡迎加入我的平台跟我互動 我基本上都會馬上回覆你的 那麼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i know you 是